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几天没来上课,突然好想来上学 想来上学?方丈希望你能每天都记住这个感觉 你先进教室吧 方丈啊,还有事情要忙 好,方丈待会儿见 怎么有止穴啊 我的天哪,怎么乱七八糟的 是遭小偷了吗 这里又没有东西可以偷 我来整理一下好了 我们三个动作快点,应该来得及的 好啊,又来了 学堂好乱啊 我们就是赶来整理的 因为昨天已经弄得太晚了 来不及收拾干净 怎么那么干净 好像没弄乱过一样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 小栗子,这都是你整理的吗 是啊 怎么可能 很奇怪吗 小栗子,我真的对你另眼相看啊 这儿的脏乱不是一个人能整理好的 嗯,真的,我们三个人那么早来 都还怕清理不完呢 嗯,对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 哦,小栗子,真的独自完成了这件工作呀 嗯,真的 是啊,我只是看到这么脏乱 顺手清了一下而已 小栗子,你真的做得很好哦 好,一个人独自完成了那么繁重的工作 而且还不计较这是不是你的工作 真的是成长成熟了 成长成熟了 方长,真是为你感到骄傲啊 哈哈哈哈 真的哦,方长是这么称赞我的 全班都觉得我很棒 小栗子啊,真的是长大了 没想到会为别人服我了 今天我去接小栗子的时候 都被夸得不好意思了嘞 是啊 小栗子真的很棒哦 谢谢你啊 爹,大家都夸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啊,你能这样做的确很好 不过,也不要太得意了啊 做点事情,就要别人一直夸奖 那就太幼稚了 哪里幼稚,大家都说我长大了 很明显啊,大家一夸你,你就高兴得快飘起来了 太不成熟了嘛,大家都夸我啊 我哪有这样 好啦,你就别再动小栗子了啦 不行,只被称赞一下就得意起来 会起骄傲之心的 可是学堂是由我一个人整理的 平常有很多人的时候 我都没有整理的那么快,那么好 我一个人的时候,反而很专心的整理好了 那只是碰巧而已,如果再遇到其他的状况 说不定啊,你就动得更乱了 才不会呢 哎哟,你们两个就不要再争变下去了 我说的是事实嘛 像小栗子依赖心那么重的人 每天不麻烦别人做一些事情 可能会浑身不舒服 所以小栗子距离值得称赞 还有很远的距离呢 那好,以后我都不会拜托别人为我做事情了 尤其是爹 你最好说到做到 我会的 哦,对了,小栗子 什么事 等一下啊,跟爹一起去送栗子,好吗 这小子怎么这样啊 你看你 我,我怎么了 好 以后谁都不要帮谁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可以自己来 怎么拜托我,我都不帮忙 小栗子,别生气 你爹啊只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我可以自己完成任何事情 我可以自己来的 好的,好的,爷爷知道了 等一下出来吃点水果哈 哦,没人管我的话 我可以做得更好的 最好都没人来管我 真的吗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真的,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家 我可以去玩儿子 你去玩儿子 你去玩儿子 对吧 你,你去玩儿子 玩得好累 怎么都没有人回来 写功课好了 你不要来吵我好不好 小林妹她不在 都是因为平常她太烦了 好饿哦 娘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煮饭啊 那我以后都不拜托别人做事情了 尤其是爹 这样的话 娘回来如果忘记做饭 我也不能请她做了 小绿子 方丈您吃什么啊 晚餐的时间你怎么在这里呢 我真的觉得你的饭看起来好好吃哦 哦 那就一块吃吧 可以吗 方丈我帮你去拿副碗筷啊 我去搬椅子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小孩真的好难当哦 因此你就决定以后不再需要家人的帮忙了 只是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 但是各过各的 嗯 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做好就好了 可是你今天早上做了那么无私的一件事 而现在却做了这样的决定 这不是跟你被称赞的原因相抵触吗 好像是 可是我爹好气人 他已经说我太得意了 那你是不是太得意了呢 好像有啊 但是我只是得意了一下下而已 方丈说过 饱满的稻碎 会垂得更低 当我们受到质疑的时候 是不是该敞开心房 而不是互相较劲呢 我爹他应该是更饱满的稻碎 为什么他没有垂得更低啊 哈哈哈 我们只应该要求自己 不该要求别人 况且这是以你的角度来看呢 他终于找到你了 爹 我爹来了 方丈 不好意思啊 小栗子下个时间还来打扰你 不会不会 我们聊得正高兴呢 小栗子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 你这孩子太调皮了 一个不注意就找不到人了 你们才都去哪儿了咧 我都找不到你们啊 你不帮我 我只好跟你娘去送栗子了 可是爷爷也不进了 爷爷和妹妹在他房间里睡着了 他说醒来就找不着你了 我忘记去他房间看一下了啦 是我太小心眼了吗 你已经吃过饭了 哎呦 你娘今天还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呢 我可以再吃一次啊 哈哈哈 方丈 我带小栗子回去了 打搅你了抱歉啊 哎呦 不会不会 不会 方丈 再见啊 方丈再见 怎么一看不到人 你就跑出来了 对不起嘛 嗯 嗯 啊 你